嗨,大家好,我是强生 欢迎来到懒人一锅 今天我们要煮的料理是 蟹肉鱼瓢羹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料理有 蟹肉150克,鱼瓢2块 萝卜1条,清水2丸 鸡蛋3粒,木耳适量,香菇适量 补料方面有,一汤匙的香麻油,酱油,鸡精,干贝上汤 鲜味汁,米酒,蚝油,胡椒粉,还有糖 过后有花雕酒2汤匙 盐半汤匙,黑醋和太白粉适量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150克的蟹肉 然后把鱼泡好的鱼票切块 之后把鱼去皮好的小红萝卜和木耳切丝 过后把泡好的香菇切薄 还有准备适量的泡白粉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搅成液胎做准备 最后把三粒鸡蛋打散 准备好其他材料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煮了 首先打开电炉 调制炒煮模式 再调制1000W 然后倒入少许的油 过后我们先把木耳和红萝卜小炒一下 然后倒入适量的蚝油 过后炒至5-10分钟 之后可以加入香菇 鱼票 还有蟹肉 煮至1-2分钟后 再放入两碗清水 然后调制火锅模式 再调制800W 滚至5分钟后 可以加入麻油1汤匙 酱油1汤匙 鸡精1汤匙 干贝上汤1汤匙 还有鲜味汁1汤匙 接下来花雕酒2汤匙 米酒1汤匙 盐半汤匙 糖1汤匙 胡椒粉1汤匙 还有适量的黑醋 之后滚至大概5分钟后 将太白粉搅置均匀 分三次倒入 直到汤底变浓稠 再加入适量的蛋液 然后搅拌一下 就大功告成啦 蟹肉一条羹吃起来 无比鲜嫩 让人回味无穷 每逢假节 也是最受欢迎的加油之一 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还可以对我们的身体 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蟹肉也能提供 大量的营养物质 非常适合体虚的人士 有利于身体的修复 除此之外 蟹肉还可以去瘀血 以及黄胆的功能 好了 更多资料 我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也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帮助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帮我关注 点赞还有留言 再次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i know you i know you